哈喽大家好啊 那今天呢是2020年的11月23号啊 那么明天的话呢 股市放假啊 然后这个周五的话呢是半天啊 这个所以呢 这个大家都忙于购物啊 这个交易员们都休息啊 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今天的行情好像 不会有什么波动啊 但是呢我们看今天呢 实际上三大指数表现的还算不错啊 那么全天的话呢 基本上啊 是这个上涨型的走势啊 那早盘的话呢 上推之后啊 这进行了一个主动性回折 那随后的话呢 这个美联储记要啊 然后公布了一些 市场上已经预期的一些东西吧 比如说啊 这个 货币政策啊 有之后效应啊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加呢 是不是啊 对这个经济会有不好的影响啊 等等等等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稍微的 调弱一点啊 不是转向啊 记住啊 不是转向是调弱一点啊 所以说呢 多位官员表示啊 要看更多的数据啊 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个呢 是其中的一个表态 那另外的话呢 一个表态呢 是说啊 目前啊 实现的目标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利率啊 最终的峰值水平可能高于他们以前的预期 啊 以前的预期是什么 以前的预期呃 大概是4%5%的样子啊 那现在的话呢 感觉上呃 从呃 这个财经的角度上 金融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那你现在的利率如果不超过这个啊 通胀数值的话呢 你很难把通胀压下来啊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呃 那这个指示加息的力度可能会有所减缓 但是呢 呃 这个加息的方向不会改变啊 这是从目前我们所呃 这个今天啊 从美联储纪要当中啊 这个所感受到的吧 啊感受到的 呃 另外一点的话呢 还是强调了啊 就业的这个方向 还是非常紧啊 等等等等的啊 然后 明年啊 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接近50% 对吧 接近50%就不到50%吧 呃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没法去判断了 你说这50%就像扔钢板一样 对吧 这这这个 哪边朝上的不一定 对吧 如果你扔一次的话 搁占50% 对吧 你只有扔很多很多次 那才有可能有一个方向 略微占点优势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呃 目前啊 美国经济的衰退的可能性 目前的话呢 美联储官员的话呢 总在喊 实际上他们最希望的 当然不是衰退了 他们最希望的是平稳着陆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他们呃 想看数据 想呃 把这个货币政策做一些微调的呃 这个目的啊 这个目的啊 呃 所以这当中的话 你说做微调呢 嗯 有没有这个通胀爬一下再起来的可能性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看美联储的这个呃 操作技巧了 那这是一点 那呃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全球的经济的话呢 明年啊 呃 可能会呃 这个有一个减弱啊 或者说衰退的这么一种呃 可能性和方向 大方向啊 大方向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 你很难说某个啊 某个 某个方向有利于经济 对吧 在通胀的大背景下啊 通胀大背景 你说零售数据好 那对通胀是不好呢 肯定是不好 对吧 大家都玩命买 对吧 还是一个卖方式上 那肯定是不好啊 然后大家都工作 对吧 大家工作 然后工资还呃 微微上涨 那对通胀好吗 也不好啊 那通胀这个 这把刀一直悬在啊 半空中 那你这事 你大搞经济的话 你这事不稳的啊 不稳的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某些好的数据 反而呢 倒不一定是好事啊 不一定是好事啊 所以呢 这是总体啊 这个呃 美联储今天那个 呃 一夕的会议纪要啊 然后呢 这个所 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信息吧 呃 实际上呢 也是啊 这个 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啊 一个呢 是我们觉得啊 数据 效果之后 我们要看数据啊 如果怎么怎么着 我们可能支持放缓啊 但是如果数据不好呢 对吧 呃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还是给自己的货币政策 留下了很大的一个余地吧 啊 这是这个 呃 今天的这个啊 比较重头的东西啊 比较重头的东西 那么从大盘的这个运行格局上来讲的话呢 呃 三十分钟级别啊 再次转势向上做运行 并且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高点的位置的话呢 再略微做了一个突破啊 略微做了突破 所以呢 后续的话呢 我们要关注啊 整个啊 三十分钟级别市场向上运行的总体的内部结构 看看什么时间有涨不动的迹象啊 现在的话呢 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跟上一次周一啊 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 这个刘志兴这位朋友呢 留言 我的感觉的话呢 确确实实啊 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那么他就说去年啊 今年吧 今年的这个下跌是从啊 元月一进的一入一进今年就马上就开始下跌 那么现在的话呢 又接近整个这个一年的一个交易周期 当然这个交易周期的话呢 我们说可能提前一点 可能错后一点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得不防啊 不得不防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小心一点啊 呃 凡是三十分钟级别涨不动啊 有上涨被离迹象出现的时候呢 都要做相应的防守姿态啊 那这是关于这个呃 大盘啊 然后呢 这个比特币啊 大盘走得好呢 比特币把一万六千美元再次向上收 那么我们还是维持一万六一万七相提 然后最终的话 还是判断大方向的一个下跌动作啊 当然呢 如果上涨一万八继续还是继续放空的态度啊 这是这个比特币啊 黄金的话呢 今天借助美联储寄要的动作 做了一个小幅的反弹的反弹的姿态 那这个反弹姿态的话呢 我们在四小时级别呢 跟大家也说过 这个位置的反弹非常强劲 四小时级别趋势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位置啊 回落之后的话呢 应该配合一轮反弹 反弹过后的话呢 逢高还是可以尝试做空 这当中的话呢 要观察两点 第一点美元美元指数的动作啊 第二点的话呢 是大盘的动作啊 大盘的话呢 已经接近于啊 这个30分钟级别的背离点啊 或许呃 周五或许这个呃 下周啊 开盘可能市场的话呢 呃会面临着一个30分钟级别上涨 背离之后啊 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那美元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在106美元附近啊 然后有这个相应的支撑啊 所以呢 从态势上来讲的话呢 可能还会往下跌一点 但是呢 从大方向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维持一个美元宽幅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呢 从交易上来讲的话呢 黄金 逢高 可以做一个相应的空仓 这一点的话呢 选择产品呢 最好还是选择放空黄金本身 我们看黄金昨天呢 实际上呢 日线级别 昨天的话 呃 也没有上涨 也没有下跌 涨了一点点啊 但是呢 昨天的这个放空黄金的这个矿商的大省的话 呃 是下跌了7%啊 7% 所以呢 这个这一点的话呢 黄金矿商股和黄金本身的这个角度呢 可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大家的话呢 要做到心中有数 呃 原油市场继续啊 下行 短线支撑 就是前两天的这个高低点啊 算是低点啊 大概是在75美元左右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是说欧佩克要什么增产 然后又出来PR啊 等等等等的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啊 呃 这个75 70两档支撑啊 两档支撑 然后呢 再往下的话呢 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的话 今天呢 涨得可以说不能算不多啊 这个盘中的话呢 还是冲过了八块啊 最高的话呢 打到了八块零九分啊 八块零九分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已经打到了上一次净线位破位的位置啊 那我们这个会员朋友呢 在这边说能不能做空啊 啊 这个这个我说你最好 这个疯子啊 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啊 离他远点 现在的话呢 对于他来讲短线啊 他基本上这个拉伤的幅度呃 冲击的位置 这样已经到了一个压力位啊 短线的这个获利盘也不少 但是呢 这个位置就说能够中期做空吗 我觉得目前火候上可能还差一些啊 还差一些 在这位上整理之后 等待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呃 这个图 这个位置是我呃 是我在盘中画的 我说我放空产品一定是大步度拉升之后 然后有做头迹象 然后我才去做相应的放空动作啊 这个这个图形的话呢 可能还不是太明显 呃 好像这个更好一点吧 呃 这个我算了 也不是这个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画图啊 然后它是双曲线啊 双曲线 总不用啊 就这个 就没有那什么 是不是这个 哎 对对对对 是这个啊 这个啊 所以说呢 呃 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我都是 呃 在这种 呃 这种图形下啊 再去放空啊 再去放空 也就是说呢 这个市场的话呢 有一个大幅度的啊 大幅度的拉升啊 从5块5 拉升到10块 天然气啊 然后中间呢 还有一个高位换挡动作啊 基本上要在这个位置上啊 再去做一个放空动作啊 再去做一个放空动作啊 所以呢 现在的话 你不排除这个位置 还给你来风子啊 对吧 还给你来风子走势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呢 对于天然气的判断 追高就别了 啊 就别了 然后呢 最好是有把握的情况下的话呢 呃 可以风高放空 但是目前来看 先不要着急动手啊 呃 小S啊 今天的话天然气风啊 大盘长得也不错 小S的话呢 再次试探了前面的高点啊 这这个今天打到7块5毛钱吧 看看啊 7块4毛8啊 7块4毛8 这个产品的话 有点贼啊 有点贼啊 这个我对耍了 耍了好几次啊 都不好啊 这个每次看着都要向上突破 然后啪击就回来 每次要突破就啪击就回来啊 所以呢 这个呃 这个有资金 有耐心的朋友啊 像我们展示仓 你没办法 对吧 你说这个位置 持有它三月半年的 啊 然后如果有资金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呢 渗透型的啊 然后做一个中期关注吧 啊 做一个中期关注啊 呃 不过今天的话也有点狠啊 今天的这个呃 早盘啊 直接冲了一个7块5毛钱吧 啊 然后现在是7块2毛啊 总体来说盘面还是不错啊 现在呢 这个就看大盘 这个如果啊 大盘出现上涨乏力 或者说上涨小级别倍持的话 看看他怎么走啊 其实图形是真好啊 图形是真好 呃 我呢 这个又 这个呃 展示仓啊 然后呃 75%的仓位吧 大概75%的仓位 然后接入了一个公共世界类的股票 防守类股票吧 防守类股票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表现还可以吧 啊 还说得过去啊 然后这个其他品种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并没有看到特别好的 呃 波段交易的机会 呃 然后 呃 日内的话呢 呃 指数啊 这个日内的话 呃 在哪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尝试做空了一下 啊 在这个位置尝试做空了一下 但是没成 呃 又往上了 我就这个离场出来了 然后在4000点整数关口啊 提示我们会员啊 我今天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易啊 就是口头提醒的股票都特牛啊 然后实际参与的股票都不行啊 在这个位置上呢 提醒我们会员 我说这个位置可以做多啊 可以做多 然后呢 这个尾盘呃 要离场啊 尾盘要离场啊 呃 然后愿意怎么持仓的 可以啊 这个减仓之后啊 做一个持仓啊 所以呢我们会员大概 呃 在这个点上也有一个提醒啊 在这个点上啊 在这个点上啊 也有个提醒啊 我说你们愿意赌的朋友 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赌一下啊 这个尾盘的一个冲高动作啊 当时是4020啊 然后他冲了一个10个点吧 啊 基本上这是日内啊 然后两次啊 这个交易的提醒啊 交易的提醒 呃 这是总体盘面吧 啊 总体盘面 然后呢 这个看一下 这个上期啊 哦 周二昨天啊 这个因为这个家里头有事啊 然后呢 这个呃 是 这个 这个停了 停了一天啊 确确实实是 这个忙不过来啊 确实是忙不过来啊 所以呢 这个呃 我们断了断更了一天啊 断更了一天啊 然后只剩下这个 周一直播的啊 这个视频了啊 ac啊 然后呢 这个谢谢吧 啊 安住啊 呃 2004说比特币提醒太准了啊 反正我也是一直在一直在畅控比特币 2004可能是你赶的比较巧 我自己放空比特币 我都没守住啊 我都没守住啊 最主要还是这个呃 展示仓资金的问题 对吧 展示仓资金的问题 如果分仓呢 呃 这个比如说放空一下 从哪个位置放空一下大盘呢 哪个位置放空一下比特币啊 对吧 然后呢 去做一个守仓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啊 那你敢巧了吧 然后比特币的话 我们大方向看的还是还凑合啊 四三二一 对吧 大方向看的还凑合 那这个也是啊 你的财运到了啊 那就多来看我们节目吧 然后估计咱们的这个八字可能会比较合一点 谢谢2004啊 呃 这个标题不是老师风格 我还以为是部分啊 我还说怎么找了半天啊 没有 这是不是 布兰特辞职了吗 那当然必须辞职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布兰特老师的话呢 这个最近两天是 呃 事务繁忙 呃 实在是抽不出来深 结果又感染我昨天 这个 呃 又这个 呃 临时的突发有事啊 所以呢 这个又停更了一天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呢 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了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在视频下方留言 明天的话也是过节 那么祝大家的这个节日快乐啊 然后呢 别管这一年下来赚点亏点啊 然后呢 咱们都没太所谓的啊 没太所谓的啊 毕竟呢生活还是每一天的快乐穿起来的啊 呃 这个政府印的纸这玩意儿是不是啊 生不再来死不再去的 然后呢 咱们就是高高兴兴每一天啊 那就祝大家节日快乐吧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视频下方留言呃 可能回答的话得到下周一了 因为明天休市周五的话呢 又是这个半天行情 半天之后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录一个美洲华尔街就完事了啊 所以呢 视频下方的留言 我们可能会礼拜一才做相应的回答啊 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 然后呢 什么点赞评论转发啊 收藏 谢谢大家吧 好 那咱们就节日快乐啊 拜拜 咱们就节日快乐啊 拜拜 拜拜